和Thomas談談港股前景的看法 剛才你也說過 港股今年至今都好像做得不錯 不過昨天就出現了回吐 還有摩根士丹利說了三大因素 覺得最悲觀的情況之下 港股有機會第一季下市21,000點 講講那三個原因 不過大家都異熟能詳 第一就是他覺得美國利率有機會有一個急升 第二就是地緣風險升溫 我們兩個剛才都討論過 第三就是本港Omicron的個案 就有一個比較大的上升 好,比起昨天的收市價 其實就有1.5%的下跌空間 你認不認同他的看法和分析呢? 你會不會看得這麼淡呢? 我相對上沒有大摩看得這麼淡 因為為什麼這麼說呢? 反而我覺得那個節奏或者次序上會有些不同 他就在說一些很雲觀的面子 逐個說 加息剛才就說 就是說有個很大的加息 我就不太認同了 我覺得機會都不高了 而且如果沒有俄烏這件事 0.5%都還有一些跌空間 現在就真的機會會再低了很多 所以這個第一不是很大關係 那第二樣就是剛才在說這個 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可能會跟著大市落 我覺得這件事 反而那件事是 恆子是有些機會會因為歐美股市 再進一步下跌而拉下去的 但是現在看到的反應是不算很大的